关节经常吱吱响,下季坚持四件事,骨关节会感激你,关节发出咔嚓声,这种现象在医学上被称为关节弹响,它可能源于关节腔内气体炮的快速释放,或是韧带和肌腱在关节运动时的摩擦,虽然偶尔的关节响声通常无害,但如果伴随疼痛或不是,就需要引起注意了。 下季坚持四件事,骨关节会感激你,首先保持适量运动,适量运动可以增强关节的稳定性和灵活性,减少关节磨损,例如游泳和瑜伽都是不错的选择,它们对关节的冲击小,同时能够锻炼到全身的肌肉和关节。 除了游泳和瑜伽,还可以考虑低强度的有氧运动,如快走、骑自行车等,这些运动不仅有助于关节健康,还能提高心肺功能。 其次,合理饮食,关节健康与营养密切相关,确保饮食中含有足够的维生素D和钙,这些营养素对骨骼健康至关重要,多水用富含Omega-3脂肪酸的食物,如鱼类、亚麻籽和核桃。 这些食物有助于减少关节的炎症反应,同时减少高糖和高脂肪食物的摄入,以避免体重过重给关节带来额外负担。 此外,补充胶原蛋白和葡萄糖案也可以帮助维持关节的健康。 第三,保持适当的体重。 过重或肥胖会增加关节,尤其是膝关节和宽关节的压力。 通过合理饮食和适量运动控制体重在健康范围内,可以有效减轻关节负担。 定期监测体重和BMI指数,制定健康的饮食计划和运动方案,是保持体重的重要手段。 记住,减重不仅对关节有益,还能改善整体健康状况。 最后,注意关节保护,在日常生活中避免长时间保持统一姿势。 定期站起来活动一下,减少关节的静态负荷。 正确的姿势和坐立方式有助于减少关节的压力。 此外,使用护具如膝盖垫或手肘垫,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护关节。 尤其是在从事体力活动或运动时,佩戴适当的护具能够防止关节受伤。 如果关节出现问题,我们应该怎样应对呢? 即时就医。如果关节疼痛或肿胀,应及时咨询医生,以便得到正确的诊断和治疗。 医生可能会建议进行影像学检查,如X光、MRI等,以确定问题的具体原因。 物理治疗。 根据医生的建议,进行物理治疗,如热敷、冷敷或电疗,可以缓解疼痛和改善关节功能。 物理治疗师还会指导一些针对性的康复运动。 这些运动有助于增强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,稳定关节结构。 理智面对关节问题,注重健康管理。 不要忽视关节发出的任何信号,即使是轻微的不是,也可能是身体在提醒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关节健康。 定期进行健康检查,了解自己的关节状况。 早发现早治疗是维持关节健康的重要策略。 你知道吗? 关节弹响并不总是意味着有问题。 事实上,大多数时候它只是一个无害的生理现象,就像我们掰手指时发出的声音一样。 然而,通过上述的科普,我们了解到关节健康的重要性,以及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维护它。 记住,关节是我们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,需要我们细心呵护。 坚持适量运动和离饮食,保持适当体重。 注意关节保护。 这些习惯都能帮助我们拥有健康的关节,远离疼痛和不适。 当关节经常吱吱响时,不必过度担心。 但这也提示我们需要更加关注关节健康。 以下是一些进一步的建议和实用方法。 帮助维护关节健康。 调整生活方式。 一、均衡作息时间。 长时间的坐立或站立会给关节带来额外的压力,特别是下肢的关节。 因此,无论是在工作还是休息时,都应该定时改变姿势,让关节得到充分的休息。 可以设定每隔30到60分钟就站起来活动5分钟的计划。 这样可以促进血液循环,减少关节的负担。 二、适当的伸展运动。 每天进行一些简单的伸展运动,有助于保持关节的灵活性和健康。 伸展运动可以帮助放松肌肉,增加关节的活动范围。 例如,早晨起床后和晚上睡前做一些简单的伸展动作,如腿部伸展、背部伸展和手臂伸展等,都能起到良好的保健效果。 加强关节保护。 一、使用适当的鞋子。 选择合适的鞋子对于保护下肢关节尤为重要。 鞋子应该有良好的支撑性和缓冲性,减少行走时对关节的冲击。 特别是在运动时应该穿专业的运动鞋,以提供更好的保护和支撑。 二、避免过度使用关节。 无论是工作还是运动,都应该避免关节的过度使用。 过度使用会加速关节的磨损,增加受伤的风险。 在进行重复性动作时,应该给关节充分的休息时间,避免过度疲劳。 健康补充品。 一、补充葡萄糖胺和软骨素。 这些补充品被认为对于维持关节健康有一定的帮助。 葡萄糖胺和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主要成分。 补充这些物质有助于修复和保护软骨。 可以根据医生的建议适量补充这些营养品。 二、维生素和矿物质。 除了维生素D和钙,维生素C、E和K,以及矿物质如铁核心,也对关节健康有益。 维生素C有助于胶原蛋白的生成。 维生素E具有抗氧化作用。 维生素K对骨骼健康有支持作用。 铁核心则参与多种代谢过程,有助于维持关节健康。 心理健康与关节健康。 一、管理压力。 压力可能会影响整体健康,包括关节健康。 高压状态下,身体可能会产生更多的炎症反应,进而影响关节。 通过冥想、深呼吸、瑜伽等方法来管理压力。 有助于保持身心的健康。 二、良好的睡眠习惯。 充足的睡眠对于身体的修复和再生至关重要。 缺乏睡眠会影响身体的自我修复功能,增加关节问题的风险。 保持规律的睡眠习惯,每晚至少睡7到8小时。 有助于维持整体健康,从而间接保护关节。 结论。 通过上述这些方法,我们可以更好的保护和维护关节健康。 关节是身体的重要组成部分,细心呵护它们,能够帮助我们避免许多不必要的疼痛和不适。 记住,适量运动和理饮食,保持适当体重。 注意关节保护,调整生活方式和心理健康管理。 这些习惯的建立不仅有助于关节健康,还能提升整体生活质量,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并采取行动,让关节更健康,更有活力。 记住,调整理健康,我可以吸引进股东西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